詞曲 李宗盛 很多人說參加到終極 一是做大明星 或者嫁過有錢人 那時你有沒有抱著這個心態去參加選美 還是純粹為你認識多些人 因為參加過程可能很多人說 其實紅了可以做明星 有錢很多飯國可以認識很多人 會否改變了你原本只想認識多些人的心態 坦白說我不是想認識多些人 我當時有去榮心 我真的覺得自己漂亮 想多些人欣賞 就像我現在寫的東西一樣 我又想別人看 我做電視又想別人看 我畫畫又想別人看 很奇怪 表演力很強 但我有甚麼期望我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 我這個人好奇心很大 經常甚麼都想試 我經常覺得人生有很多累積不同的經驗 甚麼都試試 好 試試 壞 試試 沒所謂 那就多姿多彩 這樣才不枉此生 我想我一直都是抱著這個心態做人 你們和你婆婆相處時間久 是否婆婆會影響到你 你這種性格是怎樣得利的 我又不知道 我覺得是天生的 我想我婆婆影響我都很大 因為其實我是她長大 我差不多到七歲才見到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是醫生來的 大陸醫生 我一歲便來香港 我婆婆照顧我從上海來香港 但到我七歲時 我父母才在上海來香港 但我媽媽在香港三年左右 她便去了美國 她考了一個試 可以在美國做醫生 然後我到十三歲 我先和我家裡移民 再和我一起住 所以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和我爸爸媽媽的關係 不可以說不好 但其實是沒有一種很親密的感覺 但我和我婆婆有 我婆婆真的看到我長大了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我想由始至終 我十三歲到美國 我一直都很獨立 因為我剛剛嘗試和我父母一起相處 去讀中學 英文又不好 我想是重新面對一些外籍人士 嘗試用英文溝通 當初也有很多壓力 都害怕的 但當時也是自己面對所有事情 而且當時我父母 剛才重新從頭做過 其實很辛苦 我還有弟弟妹 當時我還要帶弟弟妹上學 還有那時弟弟剛剛讀小學 經常一回學校跟鬼仔打架 全身流紮鼻血 我就要趁他回學校 去找那個女孩出來 下算帳 但其實我自己很小 很害怕 也害怕 但我想在這些過程 令到我的人成長得比較獨立 和快樂 所以我想我選美時也很大膽 我一直想嘗試 嘗試 我又沒有想要不要認識別人 可能潛意識 覺得或者進入娛樂圈也不錯 演戲也好 都可以嘗試 讓人見識別人 有一個美女也好 就是這樣 其實你很天生的藝術家 藝術家也是 畫畫畫 其實我也想給別人看 有一種認同 或者也想試不同的可能性 請你提到你和你媽媽相處了很久 婆婆是嗎 婆婆應該離開了 果真是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其實如果他們小時候 都是被婆婆和媽媽養大 當婆婆和媽媽離開的世界 他們是很傷心的 當時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親人離開 其實會哭 會 好笑 這個很有趣 其實我婆婆過身時 在香港 她很傷心 很不開心 因為她就帶我了 很有趣 那天我記得 很煩 去殯儀館 搞很多事情 當時她經常跟我說 她不要火葬 她想運回新加州 即美國 和我公在一起 我公在美國過身 我經常說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做到這件事 但你知原來香港的手續很煩 你要去申請 搞很多事情 我記得那天搞完 我很不開心 我搶一輛車 回到她家 那時我住在半山 在花園走 突然間 突然間 不知不知道該怎麼說 好像很神怪 突然間聽了收音機 當時我有一段時間 我去沉迷看玄學 紫眉大師 真是挺有趣 現在我完全不相信這些東西 很怪 人是會改變的 但當時那個紫眉斗數大師 平時我聽音樂 但不知道應該是 當時我駕駛車 當我駕駛車 當時那個紫眉斗數大師 在跟我說話 他就說 你很怪鍾衛斗的名字 如果你的一輩子 是紅白一齊來的 如果你有白事 你就可能會有紅事 其實我正在哭 我開車哭 有甚麼喜事 突然間我想 我好像兩個月沒有離開 哎呀 難道我真的有喜 我立刻就反過來 我回家 我看給朋友 我說現在在中環 有哪個最好的婦婦醫生 我立刻去檢查 我可以約了兩個多月 現在很奇妙 有時我的世事就是這麼怪 不知為何跟你分享 不知為何跟心理有甚麼關係 所以有時 我不知為何覺得 現在我看到我的女兒 我經常覺得是我的妻子給我的 很奇妙的感覺 人家可能覺得我很奇怪 但當時就是這樣 是我妻子過世後 我立刻就知道 原來我懷孕了 所以 我們平日和冰姐做事 我有時也和冰姐說一些養女經 我也有個女兒 見到冰姐對女兒 這是二十四個好媽媽 但我想說回 你當時的不開心的時間 你有沒有方法令自己釋懷 或者可以將事情淡化 重整自己的人生 因為有些人 其實是有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建立自己 我很幸運 所以我覺得是我妻子幫我 因為其實我很不開心 很傷心 因為其實我妻子和我的關係很密切 她過世了 其實我一樣 我自己要很長時間 但同一時間 我只要自己幼了 其實幼了我很害怕 因為其實我試過三次小產 當時我三十多歲 都算是高齡產婦 我就很害怕 我就覺得 咦 幼了 那我要弄肚子裡的那個 我沒有時間去傷心 因為我很害怕 我又少產 其實我沒有說 一定要否有十分仔 我也不是說 一定要有十分仔的人 但我有時覺得 如果有一個的話 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都知道甚麼叫做女人 都生過十分仔 那麼辛苦 上帝給我一條生命 我就說我要好好保護她 我不可以少產 當時其實我很擔心 所以我又看醫生 又搞很多事 又安排我立刻不做事 我說我又要安排 我就沒有時間去傷心 所以其實那個過途期就很好 因為我把我的精神 就放在 就是去照顧裡面的那個嬰兒 就是這樣 現在的女兒是 十八歲 十八歲 今年剛剛中學畢業 因為你分開了 你自己照顧 這件事 短 小明星 說 非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